这个大秃嫖开着车 突然拿头往挡风玻璃上猛撞 一名瞎解他的警察当场就被甩了出去 他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香港的警匪片暗花 几十年前的澳门龙蛇混杂帮派林立 而控制所有非法活动的 则属于姬哥和乔治的两大帮派 姬哥和乔治都不是善茬 两大帮派大大小小的冲突火拼 持续了八个多月 令很多生意都一落千丈 江湖老前辈洪先生对此非常的不满意 他决定出手干涉 将姬哥和乔治驱逐出澳门 那二位得知消息之后都不敢得色 为了对付洪先生 姬哥和乔治决定联手 可就在这个时候 江湖传言姬哥出500万暗花要干掉乔治 这个消息在杀手界引起了悬染大波 一些想一夜暴富的杀手纷纷抢往澳门 所谓暗花就是雇佣杀手除掉某人的佣金 阿伟是一名腐败的警察 和帮派大佬姬哥的关系非常好 姬哥告诉阿伟 这肯定是有人在挑拨利剑 他根本就没有花钱干掉乔治的打算 这件事极有可能是江湖老前辈红先生干 目的就是欲望相征 愚用得利 姬哥叮嘟阿伟 在明晚乔治回来和他谈判之前 绝不能出任何的意外 阿伟看出来心狠手辣的姬哥有些害怕 他不明白一个十几年 没有回过澳门的糟老头子 有什么好怕 杀手青云是一个狠角色 为了500万暗花也来到了澳门 当他正在餐馆吃饭的时候 阿伟带着手下的警员出现 为了保证乔治不被人干掉 他按照姬哥的吩咐 开始清查前来澳门的杀手 并使用暴力威胁杀手们赶快离开澳门 我已经叫你走了 叫了两次 你还在这里喝茶 揍完一个杀手之后 阿伟又盯上了正在吃饭的青云 虽然他不知道青云是干什么的 但感觉也不是什么善类 于是警告青云赶快离开澳门 阿伟的顶头上司祥叔告诉他 已经抓到了那个三目谣言的家伙 但这个家伙非常的有骨气 无论怎么言行考打就是不说 刚忙活完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说在他的家里发现了一具无头的尸体 阿伟赶回家一看也觉得莫名其妙 他发现在这具尸体的掌心里 写着1073个数字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晚上清云来到夜总会 准备和姬哥的儿子和阿荣 商量干掉乔治的事 夜总会的服务员琪琪 可能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 跟那不停的呕吐 很快姬哥的儿子和阿荣 在这手下过来了 对于他老爸姬哥掏500万 杀乔治的事本来就是一个谣言 因此他听了之后非常的生气 而且这个夜总会还是乔治招着的 在乔治的场子里商量干掉乔治的计划 这简直就是开国际玩笑 两人正在僵持的时候 旁边的琪琪忍不住吐在了阿荣的身上 眼瞅着要出事 夜总会的精力及时赶到了 为了让阿荣消气 夜总会精力把琪琪给胖揍了一顿 然后说现在是敏感时期 劝阿荣千万不要冲动 这件事因清云而起 对于这位不速之客 夜总会精力本想让手下过去教训一度 可清云神秘兮兮的样子 把三个打手都吓退了 清云这边刚从夜总会出来 就被途径的阿伟也看到了 阿伟一看这家伙还没有离开澳门 于是便上前拦住了清云 然后派一柄警员强行把清云押上车 并要求警员一定要看着清云上船 被夜总会精力揍得鼻青脸肿的琪琪非常紧张 恐怕阿荣再回头找他算账 经理也觉得很不好意思 于是便护送琪琪回家 可没想到两人刚拐进一个胡同 夜总会精力就被人给杀了 警员押着清云前往码头 湖中清云开始搞事情 警员一个不留神就从车里甩了出去 夜总会精力被杀后不久 阿伟就带着手下来到了现场 根据琪琪提供的情况 说是阿荣把夜总会精力给干掉了 夜总会精力也不是小角色 而且还是在自家的地盘被阿荣杀的 因此乔治帮派里的那些元老纪人物不干了 随后阿伟来到了某夜总会 找到了正在喝酒的阿荣 阿荣一听就急了 当场否认夜总会精力是他傻子 既然不是阿荣干的 一时半会也找不到凶手 为了给乔治帮派那边一个说法 阿伟便逼着琪琪把这件事栽赃在了清云的头上 清云来到码头 把他随身携带的包放进了储藏柜里 当他刚准备离开的时候 就被警察给豁住了 接下来就是对清云的言行逼顾 阿伟让琪琪当场指 说夜总会精力是清云傻子 清云就这么顺理成章的被关进了牢房 随后阿伟派人把琪琪送回了家 忙活完的阿伟刚喘了口气 就被他的上级祥叔给叫了过去 原来那个散布谣言的哥们已经招了 说让他到处散播谣言的是阿伟 阿伟一听当时就懵了 他急忙给吉哥打电话 但始终没有人接听 祥叔说你最好赶快搞清楚 给弟兄们一个交代 回到警察局之后 手下说已经查清楚了 夜总会的经理根本就不是阿伟杀的 这时候和阿伟才意识到 那个卖惨装可怜的琪琪才是真正的凶手 可当他带着人赶到琪琪的住所后 得知琪琪已经提了心理杂子了 现在阿伟是满脑子的问号 为什么那个家伙说是他散布的谣言 为什么琪琪杀了人要嫁活给阿伟 自己家里的那具尸体又是这么回事 阿伟隐隐感觉有人在故意跟他过不去 正当他名思苦想的时候 无意中一低头 看到桌子下面有一属蹄袋 他打开一看可吓得不清了 里面装的全是钱 刚好是500万跟暗花的数目一样 这个时候祥叔突然带着手下进来 说姬哥和阿伟现在全找不到了 现在的情况是 所有人都认为这事是阿伟干 而阿伟目前急需要做的 就是找出栽赃献害他的幕后黑手 他取出在出租房里拿到的琪琪的手机 拨通之后 发现对方居然是第一次见到清云的那个餐馆 这个时候他想起来了 当时他在收拾杀手的时候 清云曾在旁边淡定的接过一个电话 他觉得琪琪跟清云一定有关系 于是便到牢房里提神清云 一顿拳打脚踢之后 阿伟一向清云注文真相 原来这一切全都是江湖老前辈 红先生做的局 目的就是找一个理由清场 把姬哥和乔治全都给收拾了 刚开始一直看不起洪先生的阿伟 此时此刻才意识到江还是老的辣 就连整天跟着自己的手下都被洪先生给收买了 乔治马上就要回来了 警方也是非常的紧张 因为乔治一旦被杀 那么整个澳门都有可能乱套 所有人都以为乔治会乘飞机回来 但为了安全起见 乔治最终选择了撑船 就连他帮派的人都不知道这件事 但老谋深算的洪先生才到了 阿伟提着一袋子的钱来到码头 他知道自己说不清了 于是便向吸款潜逃 但是他可不知道乔治会坐船回来 而这一切全都在洪先生的计划之中 当他刚准备排队买票 洪先生的人便开车 故意把他的车的后备箱也撞开了 卖黄牛票的女人一声尖叫 很快就把警察给招来了 原来在阿伟汽车的后备箱里 躺着一具尸体 正是消失了好几天的阿荣 警方急忙通知航运公司 所有的船只暂时都不能离港了 而更糟糕的是 警方很快便查到这辆车是阿伟的 洪先生安排的人 向警方提供了阿伟的详细相貌特征 包括那个很扎眼的手提袋 阿伟一看情况不妙 就打算把手提袋暂时放在储藏柜里 幸运的是 其中一个储藏柜居然是开着的 但是上面的号码 让阿伟禁不住吃了一惊 107这个书子 他在那具无头尸体的手心里看到我 这个时候的阿伟也来不及想那么多了 他打开柜门 看到了青云曾经提着的那个包 包里放着的居然是鸡哥的人头 也就是说 出现在阿伟家里的那具无头尸体 正是鸡哥 这个时候琪琪突然出现了 眼瞅着警察朝自己跑来 阿伟无奈 只好听从琪琪的指示 向H出口跑去 而与此同时 乔治带着人刚好回来 乔治的手下一看阿伟手里有枪 以为是来刺杀他们的老大 双方叮领光荡就开了枪 时间卡的刚刚好 一切都在洪先生的计划之中 阿伟这边刚干掉乔治 那艘准备接应他的快艇也跑了 不过阿伟也不是任人摆布的傀儡 他不甘心就这么玩玩 当琪琪正准备离开的时候 被阿伟给截住 已经没有退路的阿伟决定 孤注一日 就算死也在拉几个垫背 从琪琪嘴里问出来龙去脉之后 阿伟把琪琪给杀了 根据琪琪提供的情况 阿伟很快便找到了被香叔放出来的清云 紧接着是一场双雄对决的戏 两人打碎了一批镜子之后 清云一不留神被房顶的瓦片把头给削掉了 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 阿伟还临时剃了个头 伪装成清云的样子来到了码头 准备冒充清云成本离开 但是在洪先生的这个计划里 所有的棋子在完成任务之后都要被销毁 包括清云在内 因此当阿伟刚来到码头就被洪先生的人给干掉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说唐诗压经 江湖实在太险恶 小心行传不会错 做人一定要谦虚 不然容易惹大祸